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眼睛但凡有一点内霜的趋势 你都进不了兵马俑海选 那天做梦 我梦见我又变回了单眼皮 但是最后还是因为身高被淘汰了 我说我当不了兵还当不了马吗 他们说你这个个儿当马都是够高 但是马是双眼皮 除了眼睛小 最困扰我的就是我的身高 小的时候 别的孩子八年长到一米二 我在一米二停了八年 为了长高 我天天在楼下单杠上挂着 但是我的身高呢 上去得有人给我安上去 下来得有人给我抱下来 有一天我被我爸忘在了单杠上 那天我穿了一身红 别人以为谁在单杠上挂条秋裤子 后来我去英国读书的时候 我才知道 我这个身高 在英国 属于猪如 我是可以领残疾人补助的 听到这个消息 我立刻奔赴了 出具身高证明的面试考点 我以为我能免试呢 结果高出了标准线一厘米 没过 出来我就后悔了 我比高比习惯了 忘脱那身高了 我老公看我很失望 还来安慰我 你已经很矮了 你要相信 只要你坚持下去 你会越来越矮 等你七十多岁的时候 还会再抽搐的 那个时候才是你人生矮的巅峰 后来我长大了 我发现我要做一个坚强的女人 不要容貌焦虑 要酷 所以我每天装那颗洒脱了 告诉别人 不要在乎外貌 我今年生孩子之前 产检的时候 我旁边的一个产妇跟我说 你知道吗 我特意预约了杜医生 给我的孩子接生 因为这个杜医生 杜西尔寄得好看 你知道孩子出生的时候 期待要减断寄一个扣 就是咱们的杜西尔 他要给孩子一个好看的杜西尔 我说为什么要比杜西尔啊 杜西尔好看能咋的 好找对象啊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徐志尚没有火 他的妈妈 每天在人民公园相亲角 前面一个小白板 我的儿子志尚 25岁 五官不端正 工作不稳定 没房没车没存款 但是有一个无比性感的杜西尔 来吧 大家看一看吧 我说你不要比这个身高 长相杜西尔 你看我 把这些事看得就特别淡 后来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颤床上 给我打麻药的医生 摸着我的脊柱问我 你多高 我说咋的 打麻药长个儿啊 他说不是 我说啊 我1米65 医生说你可得说准 前一阵有个女明星 生孩子的时候 谎报自己身高 结果麻药打错地方了 生的时候 骨盆徐没麻 脚后根麻了6月 我一听医生 我1米54 但生完孩子之后 我的脚后根也麻了一个月 因为其实我1米53 打完麻药 我就开始困了 在我神志清醒的最后一刻 我一把拽住医生的手 我说你认识杜医生吗 我想让他来给我孩子寄杜西尔 但是究竟寄什么款式呢 我也不确定 审美这个东西吧 一天一变 要不这样吧 你让他给我孩子杜西尔 寄个活口 谢谢大家 我才能 嗨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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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张浩哲 哎 哎 真是比到这一轮 真不容易 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 我比赛紧张 我妈比我更紧张 我妈可太厉害了 每次比赛 他就在家里替我念心经 很多弹幕说 我晋级是李诞宝的 我澄清一下 是菩萨宝的 就为了了解自己的心理状况 我做了个心理测试 我发现现在干什么 都要关注公众号 我坑尸别度 达了15分钟题 达完告诉我 看结果得先关注公众号 我一咬牙就关注了 关注完跟我说 我是讨好行人格 注意不要逆来顺受 真的 我现在觉得这个公众号 太泛滥了 我上厕所 门上贴了一个广告 有个二维码 我一扫 一个美食公众号 胖哥美食地图 我说你不会以为 我馋到在厕所里 都想着吃吧 而且居然还能当场下单 你说我这个收获地址怎么填 左手边第二个隔尖 到了放门口就行 我不方便拿 我最讨厌的是 就是在饭店点菜 也要关注公众号 大家看得出来 我关注了很多饭店 我现在的微信 才是真正的胖哥美食地图 甚至买杯奶茶 关注完公众号 还有我的电话地区 相册使用权限 万一信息泄露怎么办 我很怕一夜之间 全国的奶茶店都知道 这个满脸胡子的山东大汉 最喜欢的是 香草芝芝眉眉 况且我喜欢的也不是香草芝芝眉眉 是经典有机 A2纯牛奶 亲和舒适好营养 这才是一个硬汉 真正爱喝的东西 这个微信很多功能 都让我很不能理解 朋友圈 为什么我点完赞之后 别人的点赞和这个评论 也要推给我 我感觉我都不是点了一个赞 而在这条朋友圈下面 插了一个眼 这里发生的任何风吹草动 我都要看得一清二楚 有无数次我点完赞之后 三更半夜被朋友圈拎回来 围观俩人在评论区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 我只给领导的朋友圈点赞 那这样这个眼就不是普通的眼 这就是一双洞察人心的慧眼 我要看看效果文化里面 到底有多少狗腿子 微信还有一个功能 叫拍一拍 哎呦这真是 大家挥洒幽默的小舞台 拍一拍自己的魔法球 把你变成猪 拍一拍自己的良心 说哎怎么没有呢 在这一点上 就不得不再提下我的母亲 当别人还在拍一拍上 挥洒幽默的时候 她就已经率先实现实用主义了 我母亲拍一拍的后缀是 拍一拍自己的佛牌 保佑全家健康 你知道大年三十 我看到我妈在自己家族群里 拍自己的时候 有多震撼吗 我们家没有人放烟花爆竹 但是我的世界观察了 我没想到二十一世纪的通讯科技 跟佛能这么有机的结合 我说怪怪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 赛博朋克吧 而且拍一拍这个功能 对我这种一紧张就发抖的人 很不友好 因为录这个节目嘛 我有幸加到了 赵小慧老师的微信 加了明星嘛 就难免想看看人家的朋友圈 结果激动的心颤抖的时候 我把赵小慧拍了 就小慧老师还是很大度的 他宽宏大量的 给我回了一个问号 我当时差点吐了一口血出来 但是没有吐出来 应该是我妈又拍了拍自己的佛牌 但还好我冷静 在那个电光火石之间 我想到玩灵机一动 我给他发了一句 你好 我想买车 他会我买车简单来关注公众号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张浩哲 谢谢张浩哲 大家好 我是蒙恩 我都比到这份上了 你就别跟我说复活或者夺冠的事行吗 我跟你们说 你们也没有看后面的节目 自从李淡 他第一期说完 他说他觉得我能夺冠 然后他在后面 他就一路说呀 他一路说我就一路输呀 而且什么 而且输到现在我还在比 我甚至都有一种自信了 我这一路能输进总决赛 我这两天写不出来 我真的快疯了 然后女朋友跟我说 她说我有办法 我说什么办法呀 她说你别管了 我说啊 然后第二天 她就买了两张回北京的火车票 她说那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她领我去我第一次上开放 卖第一次商演的地方 我跟你说 我当时在北京信心真的很复杂 我感觉我就是可云 我的爱人在帮我找回忆 我跟你说 我怕我在大街上 真的突然就疯了 我的段子呢 我的段子呢 我那些幽默的段子 然后在回家的路上 我就问他 我就说 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如果用四个字来形容的话 你会说什么 当然我没指望地说什么好词啊 比如说什么得过且过 浪费青春 遇人不输啥的 都在我的意料之内 但她突然说了个词 直接把我说懵了 她说 忍辱负重 我说这个词有点过了吧 这是什么意思呀 她其实想说的就是说 因为当时我一无所有 然后她选择从内蒙 跟我到北京 很冒险 但是也不知道 什么词该形容 后来也会有一个线下观众说 这叫嫁狗随狗 我们当时在北京 其实真的还挺苦的 那时候我们就住在那个胡同里面 然后你知道吗 住在胡同里面 我就终于感受到 什么是北京的胡同文化 我理解的北京胡同文化 就每天早上 并排蹲在一起上厕所 而且你知道 早期那个胡同 那个厕所真的特别不讲究 中间它连格挡都没有 我太不讲究了 我们内蒙都有草挡着 而且你还会碰见那种 隔壁住的胡同大妈 如果头天晚上 我和我女朋友聊一些 比较私密的话题的话 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 大妈就会这样看我 这不算什么 她下班之后 一胡同大妈都这样看你 但是人总不能不说话吧 然后晚上只要声音稍大一点 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小点声 隔壁能听不见 隔壁传来声音 大妈听不见 还有一回啊 我女朋友因为梦见 她梦见我出轨了 然后就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后来就思考 为什么从来都感觉是 女生因为做梦跟男朋友生气 从来没有听过 哪个男的因为梦 跟女朋友生气的 是因为我们男的 更理智能分得清梦和现实吗 不 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我们之所以 不会因为梦生气 是因为我们男生 通常也是梦见自己出轨了 你这玩意儿你怎么生气 你怎么跟人生气 哎哎 醒醒醒醒 我都出轨了 你还有西子睡觉呢 胖 你果然不爱我 我跟你说这都是男生心里的秘密 没人会跟你们说这些的 我今天我杨梦我就坐实了 我就是男人的叛徒 还有还有一个事儿 没有一个男的去夜店是为了蹦逼的 我就不相信 如果没有女生的话 我实在不相信 哪个男的会在半夜三点钟 他突然就是 哎 我想跟着音乐的节奏舞蹈 哪里可以满足我 而且夜店的玩意儿也太不好玩了 夜店太无聊了 我这辈子第一次去夜店的时候 黑不隆通的 然后过道里 座位上全是人 然后所有人都在这儿 我心想 我心想 这就是夜店吗 你这不是关了灯的一号 现在早高峰吗 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 夜店里很多人在抽那个电子烟 我还想现在很多人都在抽电子烟 对吧 而且因为它很方便 所以有的人可以在室内抽这个 他们在偷偷抽电子烟 那样子太好笑了 他们先把这个烟卡在这儿 是吧 然后放在这儿 然后这样呢 眼睛瞪你 突然开始冒气了 而且你知道 那个眼神 往往就特别自信 你知道吗 就好像在跟你说 看见没有 老子 会冒烟 有一位还有在一个餐厅 那个人你知道吗 他就大摇大摆地在抽 然后人家服务员过来了 说不好意思啊 先生这里不可以抽烟 那个人说 我这是电子烟 他那口气很轻蔑 好像说你偷老帽不懂高科技 我要是那个服务员 我上去就打他一拳 然后他说 你不可以打人呀 我说我没打人 我这是量子力学 而且那玩意一点也不酷呀 我真的不明白他酷在哪里 他在我心里的形象 还不如那些传统烟 至少比如说一些电影里面的形象 桥段嘛 教父那样的 对吧 雕个大雪家 然后 我一直叫我 我一直叫我 你至少感觉这是一个老大 对吧 但是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教父抽电子烟的话 这玩意儿这么长 这么扁 塑料质感 含在嘴里 跟叼了个U盘似的 你还觉得 你还觉得他是Godfather吗 你会觉得 Godfather得了阿斯海门了吧 你都不想跟中他 你都想哄着他 来来来来老爷子老爷子 把嘴里面的U盘拿出来 对对对对 不能吃不能吃 老头流的哈喇子呢 我的烟蛋漏油了 谢谢大家 我是朋友 大家好 我是同胞男 谢谢大家 第一期我讲了 我在北京体育大学里 学英语的故事 我们学校的校训是 追求卓越 现在我内心就四个大字 安全第一 其实我北体毕业后 由于实在找不到工作 我又去美国 苦苦留学了两年 专业还是英语 严格来说叫做 英语教育 我们专业很神奇 我们专业是唯一的一个 你都不需要毕业呀 大家就笃定 你不可能在美国 找到工作的一个专业 因为我们专业 要在美国用英文 教美国人说英语 我都没有来得及去留学 我办签证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完蛋了 排在我前面的 都是学编程的 学金融的 他们都要安抚 那个签证官 说你不要慌 毕了业之后 我一定会回到我的祖国 不会赖在你们那里 我照猫画虎 我也是这么做的 Don't worry I will come back to my country 签证官看了我的专业之后 哈哈大笑 说of course you will You definitely will come back to your country See you in two years 好吧我的little brother 美国的治安 也进一步加深了 我温顺谦和的品格 我那会儿出门 一定要带上20美金 因为我就怕有人劫我 然后我支支吾吾 掏不出钱来 显得自己很没有礼貌的样子 我那会儿在脑海中 没事我就幻想 我想有人劫我 该如何第一时间 把钱给出去 礼貌地应对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 来自东方的温暖 就有时候你想的太多呢 真到被劫的时候 你竟然都有点兴奋 我是在加油站被劫的 我远远看那个大哥 气势汹汹地走回来 我说终于来了 我的哥哥 大哥说的一切 我在脑海中 已经幻想过一万次了 Give me your money Do you understand 我都不等他话音落地 我就Yes I do Of course I do 那叫一个彬彬有礼 对答如流 I have twenty dollars Here you go And have a nice day 大哥接过钱 人都僵直了 以为自己逛玩马呢 支支吾吾 也说不出个话来 仿佛英文是我的母语 而不是他的 最后勉强给我挤出来 两个单词 You two 我那会儿我发现 我跟美国同学 也玩不到一起 他们都很彪悍 玩的都是极限运动 比如跳伞 他们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 美好刺激的一面 我看到跳伞 想到的是那个伞 打不开的一面 我美国同学还安抚我 说跳伞科学统计过 出事的概率 大概就是十万分之一 但我不是这么考虑问题的 我老觉得 概率低不要紧 只要你重复的次数足够多 那么早晚有一天 所以有时候 我看着前面的人 一个一个蹦下去 都没事 我忍不住想 会不会到了我这儿呢 我跟我同学 路过一个跳伞基地 那个教练还劝我 他说 我们这儿 每年接待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一次事故都没有 我就在那儿算呢 我说 每年三万人 开了三年多 我说 这不就是等我的吗 回国后 其实我也特别苦恼 自己的胆小和怯懦 但是最近阴差阳错 我竟然发现了怯懦的力量 上个月我走在一个 北京的胡同里 后面是一个大娘 骑着车就按铃催我 我也没听见 她就骂上了 她说 听不见铃啊 你没长耳的呀 你往旁边让让啊 我扭过身 我发现大娘 已经做好那种 昂娘的姿态 准备开始战斗了 没有想到 遇到了我这么一个软骨头 我咔就一鞠躬 我说 大娘 真的对不起您 是我没有走好 耽误您的时间了 我就应该走在 马路的旁边 有时候 人就是这样 就是你屈服的 过于迅猛有力 反正让对方 都开始质疑 自己的人性 大娘满脸都是 说多么好的小伙子 我刚刚做了什么 我干嘛要催他呀 我抵的挨肚 大娘沉淫了许久 才缓缓开口 说小伙子 大娘不是人 年轻人 就按自己的节奏走 大娘给你开路 谢谢大家 我头目男 谢谢大家 我今年刚入职了 效果文化 我也结婚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 公司的指标 是积分啊 还是油耗啊 这个文化很凶简 太难了 太难了 我是个山东人 我的老家是山东张秋的 然后打小 我就想 我以后要一定要去 大城市工作 去济南 我努力了三十年 终于在前年 张秋被化成了 济南的一个区 我们村以前还挺穷的 我爸当时买了村里 第一辆摩托车 街坊就说 这车真好 这车真好 我爸说 可不是吗 我这个车 加满了油 一次能跑八十几厘地 街坊说 那有什么缺点吗 我爸说 缺点就是 最近的加油站 一百多厘地 我在济南工作了三年 那个时候的工作 就是做表格 每天早上十分钟 把数据往上一填 往下一拉 一天的工作 就算完成了 我感觉 我们这个行业 最难的 就是要保守 这个工作 过于轻松的秘密 而且真的 也没有啥存在感 好像公司知道 我存在的 只有发工资的会计 我就感觉 我就感觉 我特别像一个卧底 如果我的上线 老会计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了 我开会的时候 就发呆 盯着老板的头发走神 他的头发是那种 中间秃 左边覆盖右边的 19分 而且后来头顶 更加地破土而出 19分就变成了 零十分 他刚洗完头的时候 就头发蓬松着 悬浮在头皮上面 特别像一架 过街天桥 而且开会出饭了 头发打柳 一滴头 就会出现一个五仙谱 有一天 我就路过老板的办公室 就看着他坐在里边 可能因为太热了 他就把自己的头发 掀了下来 还这样了一下 真的 当时我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第一次 在同一个人的头上 一次看到了短发 光头和披肩发 我当时特别紧张 我说老板 成梁呢 我们老板脸一红 把头发又甩了回去 第二天 老板就把我的工位 调到了厕所旁边 后来有一个哥们 因为上厕所的时间太长 被开除了 全公司都在疯传 说我每天坐在那张表格上面 记录着每个人上厕所的时间 个别时候 我们老板还会跟我套近乎的 非让我坐他的车回家 说只收顺风车的费用 他开着车的时候 就喜欢听郭德纲 听到开心处 还轻不自禁地鼓起了掌 我就只能转移 他听乡声的注意力 我说老板 你周末忙吗 老板说 哎呦我忙死了 我忙着考科目二呢 吓得我一路只能不停地提醒他 我说老板你看路 看路 老板说 小孟啊 我告诉你 看着人说话才显得真诚 我最受不了的 就是我们老板真的太口了 年底团建 别人的公司去饭店大吃大喝 我们公司团建 全体员工去山里壁谷 壁谷你们知道吧 就是被迫绝食 晚上勾活晚会 还要准备自己表演的节目 有俩哥们下午就打起来了 哇没办法 大家都饿成那个样了 那哥们在准备晚上的节目 报菜名 还有哥们就挺聪明 他临时给了表演内容 表演陈佩斯老师的吃面 然后以演技不好为由 真的要了一碗面 一段无食物表演 生生变成了有食物表演 彩排期间 我又看到了不该看到的 我们的老板 竟然在跟秘书偷吃 秘书吃盖饭 老板吃面条 具体什么面 我也看不清了 因为被老板的披肩发遮住了 老板发现了我 一甩头发 面条糊了一脸 我赶紧就跑了 我说完了完了完了 这次工作要到厕所里边办公了 演出完之后 老板就给我们讲话 一个劲的打嗝 老板还圆场 说呀 我这人一醒着就打嗝 然后说这话的时候 他明显不敢看我 明显看出他不真撑 我真的生气了 我说你这就是吃饱了撑的 谢谢大家 我摸穿